我一開始接觸水墨的時候 就是以寫生 就是一開始 所以那時候常常跟老師到拉拉山 然後去阿里山等等地方寫生 對 然後就對樹有很多的感情在 然後我就到了研究所的時候 就開始想像 就是如果大樹它是一個 可能它本身就是一個世界 或者是它裡面就有一個宇宙 小宇宙在裡面 所以我就想說 那在這棵樹上面停留的鳥類 或是寄生植物 它們走走停停 很像我們人一樣 來這個世界走走停停 最後可能會集結成一個 很美麗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棵樹 可能賦予一個靈性 那時候我就想說 把它加上孔雀 然後它是每一根每一根羽毛 從蕨類開始變成羽毛 然後最後變成一隻孔雀 就是想著未來要做什麼 然後想說 那我從這棵樹上面 得到的各種各樣的筆法 筆觸那些 我可以怎麼樣運用 把一些平常寫字、書法 或者是各式各樣日記 不要的廢紙 把它收集起來之後 然後把它打成紙漿 有點廢物理由 然後非常好 對 然後把它打成紙漿之後 我覺得這也是跟裂縫 有一個關聯 就是那些東西 你把它重組 然後重塑之後 它可能也是另外一種 生命的堆積 小時候媽媽就是 因為媽媽是家庭主婦 然後我就跟在他旁邊 然後他就想要找點事給我做 我就丟了紙跟筆給我 然後我就開始畫 然後他也發現好像可以 藉由畫畫可以轉移 就是想要抓癢的那種疼痛 身體不舒服的部分 對 所以就一直畫 畫到現在這樣 對 原來是媽媽的一支筆 對 那這個這樣子的 所謂的泡泡龍 海天奇兵 會影響你創作的這個節奏嗎 我的右眼現在是看不到的 九個月大 出生的時候 當時就看不到 對 明白 你真是辛苦耶 但你畫畫很需要眼力的耶 尤其你畫那麼多很細的東西耶 因為其實自己一個人 在創作的空間 是一件很孤獨 很乏味的事情 然後萬一你真的是 一直在撞牆的話 也不知道誰能幫助你 但是透過寫計畫 然後你 甚至我現在是跟同學們 一起在一個東門市場 合辦的一個小空間 對 我覺得那些都是 各式各樣一點一點 延續這個熱忱的方式 對 就是你見到了不同的人 然後你必須跟人家講話 對 你必須有更多更多的 這個生活的經驗 那同時他們雖然看起來 就是很無聊 對 做起來也很累 因為比自己待在家裡 你就是當然是辛苦 但是 可是你可以透過這些方式 累積自己的生命經驗 ai 我們有更多的 我一直以為 我還有更多的 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